卖到这样的价钱 初期呢很多人都说卖不动 结果发布以后呢 受到了米粉极为强烈的欢迎 首战告捷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成功的秘密啊 我觉得首先是米粉的支持 同时呢我们不惜代价的 做好了产品的体验 我呢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 小米10系列的体验点和技术突破点 第一个点呢叫原色屏 小米10系列的每一块屏 在出厂之前 都经过小米的工程师精心的调教 调教到了专业显示器的水平 所以呢小米10系列的屏幕 非常的出色 而且呢我们还解决了 安卓手机的一个完整 就是自动亮度 我们呢在每一部手机上 加了一个光线传感器 来精准的侦测环境光 同时呢设计了4096级的 自动调节的亮度 使自动亮度这个功能呢 在安卓手机里面是遥遥领先的 还有呢 高端旗舰手机啊 容易发热 为了精准的控温呢 我们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装了九个温度传感器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更有效的精准 我们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这个手机里面是最好的 我们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我们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也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就会让你来看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小米11的新品发布会 2020年对小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今年是小米10周年 也是小米正式冲击高端市场的第一年 我们今年发布了三款手机 小米10,小米10Port,小米10至尊纪念版 零售价也从3999到6999 小米也是第一次把手机卖到这样的价钱 初期很多人都说卖不动 结果发布以后受到了米粉极为强烈的欢迎 首赞告捷 今天我想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成功的秘密 我觉得首先是米粉的支持 同时我们不惜代价地做好了产品的体验 我简单地跟大家总结一下 小米10系列的体验点和技术突破点 第一个点叫原色屏 小米10系列的每一块屏 在出厂之前都经过小米的工程师精心的调教 调教到了专业显示器的水平 所以小米10系列的屏幕非常的出色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安卓手机的一个完整 就是自动亮度 我们在每一部手机上加了一个光线传感器 来精准地侦测环境光 同时设计了4096级的自动调节的亮度 使自动亮度这个功能 在安卓手机里面是遥遥领先的 还有高端旗舰手机容易发热 为了精准地控温呢 我们在小米10系列的手机里面 装了9个温度传感器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更有效地精准控温 同时小米10系列呢 还带来了一堆的技术突破点 比如说首发了一亿像素的相机 发布了120倍的浅望式的超长焦的镜头 因为我们在相机上巨大的投入 今年一年DXO Mark 我们有121天排在全球第一名 换一句话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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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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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我们整个客观测试的 79%的环节全部自动化了 这样工程师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收集完所有的测试数据 这个实验室还特别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远程操控 这样我们散布在全球的十几个研发中心 都可以远程用这个实验室来完成相机的测试 所以正是有这样高水平的相机实验室 小米在相机影像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们有这间显示光学实验室 它能仿真千万种环境光 对于我们怎么把屏幕的颜色调好 有巨大的帮助 还有像这间音频实验室 这是手机的音频实验室 他们说这间实验室是地球上最安静的地方 就在这里有着行业领先的消音室 和头肩模拟器 来模拟整个通话的场景 这一间实验室也挺有趣 这一间实验室可以仿真 每个用户的使用习惯 然后来模拟他们使用的全过程 可以同时容纳1800多部手机 7乘24小时不简单的运行 然后来确保整个手机的稳定性 小米的整个实验室的设施遍布全球 仅在我们小米科技园就有120多间 其中的手机专用的测试实验室 就有超过90间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办笔粉开放日 可以邀请更多的笔粉的 到我们实验室来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这些年里面 在科技壮心和头路上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当然 谈到做手机的话 我觉得不仅仅硬件做得好 一定是一个软件 硬件互量服务融合在一起的体验 我觉得今年小米进军高端 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离不开米歪 下面的话呢 我想请金凡来介绍 我们米歪最新的进展 有请金凡 来 欢迎 各位嘉宾 米粉还有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好 今天内容特别多 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开始吧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一年发布两个版本 然后因为米歪作为安卓阵营的领先者 我们去年其实对我们内部立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要挑战最强 最强也就是iOS 那么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 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大幅突破 安卓的现有框架和能力 那么今年我们在系统上的研发量 大概是往年的二倍 二倍多 由于整个研发计划太过庞大 所以我们也拆分成了两个大的版本 好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12系列的句号 也就是MIUI 12.5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最关注的事情就是优化 所以呢 我们在过去半年 重写了整个System UI 里面有大量的组件 整个核心场景的内存下降了20% 更流畅 然后动画也是更加的自然 接着我们也有对系统APP 进行的剃刀专项 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从内存 性能 还有功耗三个方面 足够去优化所有的系统APP 那么它的结果是呢 系统应用的后台内存 展用平均下降35% 系统应用的功耗 平均下降25% 那么超级币式的功耗 最高也下降了40% 整个MIUI 12.5是更轻 更快 也更省电 额外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 全面可卸载专项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 把不可卸载最小化 我们看一下结果 那么在MIUI 12.5里面呢 只有左侧的九个 系统应用的图标 是不可卸载的 在右侧呢 绝大部分图标 都可以完全卸载 然后有少部分的应用 因为包括系统的关键组件 即便如此 你也可以在桌面上 把这个图标 直接给移除掉 不喜欢 你就删掉它 所以 MIUI 12.5中间 我们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纯净的系统 我们想在这一次 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 一个应用 那你就可以把它 给删除掉 就这么简单 好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动效 动效是非常的 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在 MIUI 12中间呢 我们的光追动效架构 垫定了一个 顶尖的技术基础 它大幅突破了 安卓的现有能力 能够让我们第一次 在安卓手机上 实现非常复杂的 混色 模糊 还有物理引擎的 按压 和运动 这些东西呢 帮助我们大幅突破 那么我们在 MIUI 12.5中间 整个安卓的 那个整个光追的架构 我们更上一层 它有三个新的特性 给大家逐一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 手势Tobo 那么手势 是非常高频 且重要的操作 在安卓的整个架构中呢 手势是和其他桌面的绘制 在一起串行处理的 那么一旦当出现 CPU的抢占 线程阻塞 那么你的手势 比如说打开 关闭应用 或者说切换任务的时候 它就会变卡变慢 我们在MIUI 12.5中间呢 把这个手势 构建了一个 专有的一个线程 并且给予优先的调度 这样子的话 极大提升了桌面的流畅 所以呢 可以做到触碰 极速响应 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 搭载了MIUI 12.5的 小米旗舰 和iPhone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在 桌面的这个动效上面 不管是细节 还是流畅度上 难分秋好 都是顶尖的水准 接下来 光追架构的算力升级 因为我们所有的 动画渲染都是依托于 光追架构 那么光追架构 从MIUI 12的单核运算 我们变成了MIUI 12.5的 多核并行运算 并且效率翻倍 结果是 渲染力成了20倍 所以可以实现非常复杂 且流畅的动效 上面的例子 可能不够直观呢 所以呢 拿到这个能力以后呢 我们的一位工程师 拿删除 做了一个演示 大概会是这样的 所以得益于效率的提升 那么我们的动效美学 也更进一步 我们在12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 通感可视化设计 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 高效传递信息的 一个动效 那么这一次 我们在MIUI 12.5中间呢 这些动效无处不在 不管是开机引导的 无缝切换的动画 还是在倒计时的沙漏 直接传递出信息 并且可以随着你的 手机晃动而摇晃 那包括像应用下载 都变得无比惊艳 大家注意水面的折射 像这些细节 以前是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系统上实现的 非常的漂亮 实际上 不仅仅是这些细节 整个MIUI 12.5中间 都充满了 各种各样细微的动效 给大家看一看 所以得益于技术的突破 还有我们对设计的精进 我们把动效给大幅提升 远超安卓的水平 然后头一回 我们也给用户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MIUI 作为另一个顶尖动效的选择 接下来就是机型分级 光追动效的机型分级 其实我们在做MIUI 12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 当动效十分简单的时候 其实是不用太考虑性能的 但是呢 顶级特效 也就是iOS级别的特效 其实只有旗舰的手机 才能够游刃有欲 因为旗舰手机的性能 和入门手机的性能 差异非常的巨大 入门手机没有办法 在开启特效的情况下面 还能够流畅的运行 那怎么办呢 我们借鉴了游戏行业中间 常见的一种做法 就是进行效果分级 大家可以注意 屏幕上的例子 我们的旗舰是实时的模糊 终端是非实时模糊 而入门是无模糊 目标呢 我们其实就是 要平衡效果和流畅 让每一台手机 都尽可能多地 获得顺滑的体验 好 然后我们在米歪10 推出了让人惊艳的超级壁纸 所以呢 也带大家开始了一段 史诗般的旅程 我们带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最初 我们带大家去了火星 在这颗迷人的红色 沙漠行星上漫步 去领域它独特的成婚 和奇异的地貌 然后我们带大家去到了土星 去领域它光环附近的陨石奇观 看起来非常光滑的光环 实际上近距离看 是由无数的小陨石构成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地球家园 带大家去看了 克罗地亚的海湾 还有格林南岛的冰川 以及我们中国广西的梯田 所有这些景色都十分的壮丽 那么我们在米歪12.5中间呢 也给大家带来两个新的场景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意大利的刀锋山 它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 非常的气势磅礴 且险峻 第二个是希腊的陈川湾 这里被人称之为是让你可以忘记天堂的地方 它的海水湛蓝清透 沙滩洁白 让人心醉 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为止的超级壁纸系列 每一张超级壁纸都是由实时渲染的高精度壁纸 它每一张都是技术与美学的接近 那么我们在12.5里面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想进一步的挑战美学和技术的更高峰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米歪11的时候 我们出了一个24小时雪山壁纸 广受大家的喜欢 那么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是雪山超级壁纸 为了做这张壁纸呢 我们去全球探寻非常漂亮的山峰雪山 去把它当做一个设计的原型 我们去看了喜马拉雅山 也看了马特洪峰 乔格里峰等等等等 我们最后选中的是中国的山 这是川藏边境的四姑娘山 这是它的祖峰 海拔6250米 人称鼠山皇后 非常的漂亮 我们用极其高精度的模型 去还原四姑娘山祖峰 这个模型的精细程度 远超我们之前任何一张超级壁纸 并且我们也大幅提升了 实时渲染的效果 叠加了非常复杂的实时的云雾和光照 然后达到了渲染出实时的 接近照片级的质量的一张壁纸 我们再来看一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雪山 一天中不同时刻的壮丽景色 包括甚至在夜晚 你可以看到雪山上闪烁的星星 所以当它吸屏的时候 吸屏的时候是四姑娘山的简影 点亮屏幕 巍峨的雪山跃入眼前 这就是我们的雪山超级壁纸 献给大家 当然超级壁纸的脚步并不会停下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第一次 想给大家放一个概念的预告片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超级壁纸下一步 会带大家去到哪里 大家期待吗 新系列的超级壁纸会在明天上半年推出 那我想说的是 所有这些超级壁纸都是非常的精美 只在MIUI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一些精美的数码产品 所以呢 我觉得 即便为了这些精美的数码艺术品 你也值得你去买一台最新的小米旗舰来体会它 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是声音 声音是我们这一次补齐的一环 MIUI声音设计的DNA是自然 其实我们在MIUI10的时候 引入了自然音效 就是由水木砂石构成的这些自然音效 非常的悦耳动听 在MIUI11中间 我们让通知音和闹钟铃声 随着时间而变化 也因此获得了2019年的红颠奖 那我们的主旨就是希望让你能够重新意识到 人与自然的连接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都市里面忙碌的生活 可能忘了这一点非常本源 就是我们人类其实是源自于自然的一部分 在MIUI12.5中间呢 我们希望带你去听一听这个世界 在东非的草原 生物在这里深深不息 在南美雨林 降水充沛 也有非常多种的生物在这里栖息 同时在环北极呢 冰冻的海洋下面 也有很多不畏严寒的生理 我们希望做的呢 就是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 生境的生物的声音来带给你 为了做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严谨地成立了 跨平台的生物研究组 去很认真的研究 每一个生境下面的 具有代表性的生物 然后我们在大英图书馆 全球动物学者和自然录音室的帮助下 去定向获取这些生物的生意 当然录音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挑战 因为有大量的不可预知性 同时后期处理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经过反复的筛选 提纯打磨 去把动物的生意 从复杂和潮沙的环境中间给提纯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长了很多知识 比如我们发现很多动物的长相和声音 是有严重反差的 这个地方是大家知道的猎豹这种动物 猎豹是迅猛的肉食动物 它的叫声是怎样的呢 反差非常大 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非常呆猛的考拉 在很开心地吃着树叶 考拉的叫声是这样的 就颠覆了它的呆猛的表情 当然在另一面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人类的行为和全球气候的变暖 对这些生物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也让我们震惊和反思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作品中 也特别收录了宾威物种的身影 最终 经过大量的背后工作 其实我们呈现出来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作品 这个作品就是MIUI12.5的系统通知音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喜欢的声镜 把它设为你的声音场景 比如说我们选中东非草原 那么你的所有的通知 就会化为漫步的生物 比如说通知可能是大象 也可能是狮子 也可能是犀牛等等 我们这次一共收录了125种生物 所以我们也给它起了一个额外的名字 叫做自然博物馆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 让你更多地去了解这些生物 也去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当然还有源自自然元素的 全新的系统音效 也进行了彻底的重置 给大家听一下 都是非常的愉悦和舒适 所有的声音 我们都是为双扬声器而设计的 就是为了最大化的去发挥你硬件的特性 因此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手机 是不是具备这样的双扬声器 好 下一个章节是触感 触感其实是我们第一次来说这件事情 我们这里指的触感并不是普通的振动 而是可以还原真实触感的 非常精细的和细腻的设计 我们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平时每天通过触觉 获取大量的信息 假如没有触感操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操作精度是直线下降的 比如说左侧的虚拟键盘 和右侧的实体键盘 那么如何在手机上 呈现真实的触感呢 我们其实看一下真实的操作 你在真实世界中的操作 它的力和位移 会带来一个机械反馈的曲线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 把机械反馈提炼为精细的振动信号 用振幅和频率等等 一系列精细的设计 去来还原这个力反馈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振动 去反馈这个物体是清脆的 还是有弹力的 还是柔软的 那么我们在系统中间 我们也由这种精细的振动 去呈现自然的触感 比如说 我们用硬的质感 去呈现出精细的控制的感觉 我们用柔软的质感 去带给用户舒适的临界反馈 这些设计在系统中到处都是 包括像微小的爆裂 或者说图标的碰撞等等等等 我们做了一个前所未有丰富的触感库 覆盖了整个系统 然后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大幅地完善了手机的体验 对 它其实 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我们把实际的振动 进行了视觉化处理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们在米娃12.5的自然触感的细腻程度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推出的米娃自然触感 它让手机的体验更加真实 它让你觉得你手握着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触摸屏 而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和反馈的真实物体 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 自然触感的精细振动反馈 它是非常依赖于手机硬件的 它需要基于高端的线性马达 才能反馈这些细微的设计 所以你也可以访问UI.com 去了解有哪些机型是支持自然触感 同时呢 我在这个地方也想做一个预告 就是我们在做自然触感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个挑战 一个业界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 就是怎样能通过非常细腻的触感设计 让视障人群能够在一块平花的玻璃上面摸到信息 那么这一个功能呢 我们会在12月30号通过米UI官方的微信和微博 在线上发布 到时候请大家也关注一下 好的 所以至此 我们可以看到 米UI 12.5完成了一个设计的体系的闭环 不管是视觉 还是听觉 还是触觉 这个中间充斥着大量的细节 和我们过去的沉淀以及思考 它提供了一个全面顶尖的美学体验 我们现一个video 用一个米UI设计的理念的video 给大家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合唱 北京 居然是出品 收集 来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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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百度 百度 触碰想象感受真实 好 那我们结束了美学的路程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隐私的战场 MIUI 12.5 MIUI 12我们推出了隐私保护 照明弹 拦截网 还有引力面具 照亮了整个行业 我想引用一个用户的话 这是一个B站的用户 我帮大家念一下 我认为MIUI 12最重要的升级 就是隐私方面的升级 仿佛重回小米1发布的时间 当年是小米终结了中国的山寨机时代 而今是小米要终结安卓APP 滥字获取用户隐私的时代 实际上有非常多的用户 给我们发来了支持 当然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相关机构的认可 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和央视新闻 都在过去给予了报道 半年过去 MIUI点亮的光照亮了整个行业 我们来看一下 从5月份至今 MIUI 12发布以后 APP访问隐私相关权限的评次大幅下降 这个地方也要当然也要感谢 上级部门的领导和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数据都在下降 应用的行为越来越规范 当然作为领私 作为隐私保护的先导者 我们能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因此我们也参与了百余项 行业标准的建设 包括MIUI照明弹等功能 将列入手机的入网标准 所以以后每一台手机 都将配备照明弹这些功能 但是隐私的战役还在继续 所以MIUI 12.5 我们将开辟四个新的战场 我们来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不为人关注的战场 就是剪切板 你可能很 你不知道的一个事情是 就是平时我们复制的信息 就会留在手机剪切板中 这个地方的信息敏感程度 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不管是出行轨迹 还是购物喜好 或者是常用地址 证件号码等等等等 你更不知道的是 其实有海量的应用 都在读取剪切板信息 为什么要读取呢 这些隐私信息是 可能被用来描绘你的数字画像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在关注什么 你在关心什么 那我们在12.5中间 推出了剪切板隐私保护 第一步就是曝光应用的行为 我们要告诉你 究竟是什么应用 在读取你的什么信息 并且把掌控权交给你 然后我们会进行详细的记载 同样 对于合理的剪切板读取 我们会智能放行 不打扰用户 比如说抖音 要读取自己的抖音口令 这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进行拦截 所以第一个就是 智能剪切板的隐私保护 我们照亮这个 不为人关注的角落 把隐私权交还于你 第二个事情是地理位置 位置信息 大家知道就是一般的定位 精度在两到三米 我们现在手机 在这个精度的范围呢 我们可以提供像地图导航 比如说像运动 这些的服务 但是呢 其实更多的服务 是不需要精准定位的 比如说新闻资讯 视频等等 你看一个本地新闻 它没必要知道 你到底住在哪一栋楼 因此呢 我们这一次在米娃 12.5中间的模糊定位 我们基于差分隐私技术 对你的位置信息 进行模糊化处理 最大化的保护你的隐私 所以你在授权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给予这个应用 怎样的位置信息精度 第三个战场是文件存储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弹窗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当你允许了以后呢 在现有的安卓体系下 允许了以后 这个应用就可以访问整个存储 这个存储包括你的相册 也包括社交应用的文件 那我们在12.5中间 也是首家全面启用 沙盒机制的安卓系统 隔离相册和敏感文件 所以在12.5中间 你可以单独设置应用的访问权限 最后一个是浏览器 我们都知道APP获取个人信息 但是其实非常多的网页和网站 也在获取隐私信息 我们把照明弹和拦截网 放到了下沉到了浏览器上面 保护你的上网隐私 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大家可能有时会遇到 就是我刚刚搜索过的一个商品 就出现在另一个网站的广告位上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被经常使用的 叫做网络追踪器的东西 用来追踪你的电子痕迹 了解你的喜好 所以在这一次在浏览器中间 我们也上了上网防追踪 去直接干掉网络跟踪器 最后 隐私的安全需要从源头做起 小米应用商店 每个APP都自带隐私说明 我们也会拒绝 所有具有隐私问题和安全隐患的 应用上架 从源头保护你的安全 那么以上就是MIUI 12.5的隐私保护 我们是全球领先的隐私增强保护系统 拥有诸多的先进特性 当然作为隐私的领导者 我们也会继续深根细作 尽一切的可能 去更加周全的保护您的隐私 最后是新功能 因为时间所限 我们就介绍两个 第一个是变迁 那在过去我们收到了大量用户的反馈 其中有很多对文字和记录 深度依赖的用户反馈 因此我们进行了一个极大幅度的升级 我们这次把变迁升级为笔记 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记录本身 我们常常会对文字信息进行组织归纳 比如说在图中所示的 12345非常有条理的这种记录 我们叫做结构化书写 那我们的第一个新功能就是思维笔记 你可以在变迁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笔记上面 创建非常轻松的进行结构化的书写 同样的道理呢 它也可以非常轻松的让你去浏览 管理甚至去进行梳理 梳理完了以后呢 一键就可以升成脑图 非常的方便 这就会变成你手机上的思维力气 希望大家会喜欢 第二个记录就是涂鸦 我们这一次也精心调教了四种画笔 你可以用这些画笔画出非常漂亮的图案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手机上是用手指来绘画 手指往往是不太精准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针对手指图绘进行了优化 不管是自动连接 还是自动生成一个图形 当你按住以后会变成一个非常标准的图形 圆的或者三角形 很方便的去调节 都是十分贴心的一些细节 当然最后一个记就是全局数据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个屏幕左上方的这个小横杆 你在手机的任何地方 只要一拉 就可以把你的笔记和代办呼出来 非常的方便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查看和记录 第二个事情我们来说一下摘录 其实常常我们会有摘录的需求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看见一段非常喜欢的文字 或者说很漂亮的照片 甚至是整篇文章 那么在我小时候 可能我们会用一个笔记本把它给记下来 从杂志或者从报纸上 把这些东西给剪下来 然后塞进去 非常的踏实 在数码时代呢 你可以用米外的笔记来摘录 我们还记得刚才说的那个全局数据吗 全局数据的右上角有一个按钮就是摘录 那么点了以后呢 你就会进入一个摘录模式 在这个摘录模式下呢 你复制的所有文字 不管是一段还是多段 都会被摘录进去 包括你保存的图片也会被摘录 包括如果你想收藏整篇文章 复制链接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那么所有被摘录的东西呢 它是全文存在了笔记里面 你不用担心丢失 并且可以事后很方便的去编辑 这就是我们的贴心的摘录功能 它就是你数码时代的那个熟悉的摘录的笔记本 什么东西都可以摘进去 最后 当我们有了强大的功能以后呢 美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那些精美绝伦的印刷品 这个地方举的例子是 2017年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那个《孤苏繁华录》 其实我们发现所有精美的印刷品 它的背后都有非常严谨的秩序 就是不管它的排版 它的字句 间句等等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米歪笔记中间 我们也用了一个非常严谨的思贝律去构建它的秩序 所有的行句 间句 字句 都是经过了非常精细的构建 看起来像印刷品一样 同时呢 我们还有动态的网格系统 就是为了让你在不同字号下面 看起来都非常的美 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 你的文字会如艺术品般呈现 这就是我们推出的贴心且强大 而且专业的米歪笔记 好 最后一个事情呢 就是现在我们发现 越来越多的时候 多设备办公已经成为常态 就是笔记本和手机 你会来回地倒腾 为什么呢 就是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设备 手机是便携的 笔记本是高效的 然后在手机上 有非常多的照片和视频 在电脑上也有很多重要的文件 同时呢 它们又有各自有各自 非常重要的软件生态 不可相互替代 偏偏呢 它们又是两个独立的设备 所以我们在思考 我们是不是能做点什么事情 去抹平这个鸿沟 让协作无间 这也是因此我们推出了 米歪的第一个跨界作品 叫做米歪加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米歪加其实是一个PC客户端 然后当你在你的电脑上面 下载安装以后打开 然后用手机扫码进行连接 这个时候 电脑上就会出现 米歪加的组界面 并且大家注意 它的信息跟你的手机是同步的 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你会发现你的通知 出现在了你的电脑上 点开 我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对吧 然后我也可以看一看 我的外卖到了没有 就像在手机上一样 同时呢 我在手机上看了一个视频 短视频 我可以在电脑上接着看 应用接力 数据也是接力的 我在手机上复制 在电脑上粘贴 对吧 然后我在手机上截屏 我在电脑上可以直接使用 它们俩仿佛就是一个设备 同时我们再看一看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手机上的最近的文件 我们在电脑上提供了一个 很方便的文件管理 点开 你就可以用大屏的方式 去高效地浏览手机上的文件 比在手机上更方便 更重要的是呢 你可以用电脑上的软件 来打开它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Excel表格 我其实是在使用WPS打开 是电脑上的WPS打开 手机上的一个文件 那你还可以这样 比如说在手机上看一个PPT 这一页不好看 对吧 没关系 然后我用电脑打开 改变一下排版 手机上继续看 笔记呢 刚才我们说的笔记 我们也针对大屏进行了适配 在电脑上打开MIUI的笔记 也是一个大屏 在电脑上更好用 像这种文字工具 永远是大屏 会是更高效 更舒适 所以呢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以前觉得Windows和安卓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 但是当MIUI家里面呢 我们发现 两个生态的边界 逐渐模糊 我们让手机的体验 能够超越手机本身 这就是MIUI家 我们希望让协作无件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MIUI 12.5的全部特性 它是一个更轻 更快 更省的系统 并且拥有顶尖的动效 自然的声音 真实的触感 并且是全球领先的隐私保护 我们还提供了专业贴心的笔记 和让协作无件的MIUI家 那MIUI 12.5到了关心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内测申请 现在就开放 所以请屏幕前的你 在微信搜一搜 MIUI公众号 去申请内测资格 我们将在今天晚上9点钟左右 开始陆续下放OTA 然后MIUI 12.5的开发版呢 我们将在2021年1月份中旬左右 开始逐渐分批去公测 详情大家到时候 可以参见小米社区的公告 最后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荣誉开发者们 使你们在过去一年的反馈 关注还有支持 帮助我们共同创建了 这一个了不起的作品 谢谢你们 以上就是今天MIUI的全部 谢谢金白 谢谢 季度人心的时刻呢 马上就要来了 小米11即将发布 我们一起看一眼 你自己看一眼 so it resonates my body 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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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吗 小米11给人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比较轻 当你拿着这个手机的时候 它显得特别特别轻 在这样的大屏手机 只有196克 而且呢 看起来特别薄 整机呢 只有8.06毫米厚 中框只有1.8毫米 所以拿在手上的手感呢 特别特别的出色 跟我们上一代相比的话呢 它薄了0.9毫米 轻了12克 所以整个手机呢 极其轻薄 在这么轻薄的手机 大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 是电池 我们当年做小米9的时候 为了追求这种极致的手感 当时我们设计的电池不够大 说实话被米粉骂惨了 所以进入了5G时代以后 我要求他们的电池 一定要做到 4500毫安时以上 我觉得在今天 4000毫安时的 5G旗轻轻手机 你肯定扛不了一天 那么我们这一版做了多少呢 做到了4600毫安时 我们再欣赏一下 整个小米11的蓝色版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有三种颜色 蓝色版 白色版 黑色版 这三个版本 全部采用的是 AG磨砂玻璃的工艺 因为我们在发布 小米10的时候呢 小米10 Pro采用了磨砂工艺 哇 米粉特别喜欢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小米11的 所有的玻璃板 都是磨砂玻璃的 这样看起来比较高级 而且不怎么沾指纹 好 我们特别看一点 这个磨砂黑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一下细节 整个相机模组 非常高级 这样的设计呢 是为了在小米11里面 融纳超大号的相机模组 我们再看一下 像手机的顶部 和手机的尾部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双扬声器的出音孔 都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 除了三个玻璃的颜色以外 我们还有两款树皮的颜色 喜欢吗 喜欢吗 这一款呢 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做了大量的用户调研 这是大家最喜欢的一款颜色 大家知道这个颜色 叫什么名字吗 可能有很多很多种叫法 最后呢 我们把它正式定名前 叫烟紫色 烟紫色 这一款呢 就是卡奇色 卡奇色 我们整个小米11呢 设计了五种颜色 就是黑色 白色 蓝色 烟紫色 卡奇色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一款蓝色 它有一点点像 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大海的颜色 我们叫成光蓝 就是这种磨砂蓝的感觉 这是我们拍的广告照 高级嘛 所以的话呢 整个小米11呢 显得特别特别的高级 而且特别特别的精致 那么像这么一款好的手机 大家知道 我们首先突破的呢 是屏幕 因为我们的调研发现呢 现在平均每个人用手机 都已经接近五个小时 大家每天看的就这块屏幕 所以怎么把手机的屏幕做好 是我们做小米11的时候 最关心的内容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小米11搭载了 小米手机有史以来 最顶级的屏 也有可能 是全手机行业里面 最贵的屏 这个屏幕有多好呢 我们来看一眼 首先 它是6.81英寸的 四曲面的柔性屏 它是四曲面的 那么 是怎么样取的呢 我们来看一点 它是四面小微曲 这样的屏幕呢 非常非常的高级 而且呢 它特别显薄 可能有一些米粉说 啊我不喜欢曲面屏 是因为我们以前的曲面屏的 弧度做得比较大 容易误触 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师 用了最高级的 四曲面的柔性屏 然后做的小微曲 这样的话呢 既高级 而且呢也不容易误触 这个屏幕的话呢 采用了 易式的发光材料 这是一项新的材料啊 这种新材料之后呢 整个柔性屏的性能 往前走了一大步 它的峰之亮度 提升了1500尼特 它的对比度呢 高达500万笔 甚至是它的功能下降了15% 当然 很多米粉特别关心 它也是 钻石排列的 还有一个大家更关心的参数 两K屏 这是小米五年后 第二次做两K屏 五年前我们做两K屏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挺担心的 后来呢 悲剧发生了 也被大家骂得很惨 因为当时的处理器的能力 是根本 跑不动两K屏的 今天 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处理器 很大的内存 包括这么省电的屏 今天我们终于有勇气 给米粉带来一款 两K屏的手机 那么这个两K屏呢 整个屏幕上有 457万个像素点 比上一代多了80% 它的精度高达 515ppi 我不知道大家对ppi了不了解 就是每英寸有多少个像素点 是吧 人眼 视网膜 能分辨的就是 每英寸326个 326个像素点 叫视网膜屏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精度高达 515 这就是所谓的 超级视网膜屏 那么拥有这样的超级视网膜屏呢 你看到的画面呢 将非常非常的清晰 大家知道很多露门机今天用的HD的屏 当然有些友商 一两千块钱手机也是用的HD的屏 我们主要大家都用的是FHD的屏 这一次小米11升级到2K屏 那么2K屏有多精细呢 你看文字特别特别的清晰 你看图片也非常的艳丽 而且非常的漂亮 甚至因为欧乐的屏的原因 我们还有欧乐屏特有的深色模式 这个模式呢就显得特别 设计的特别高级 同时这样的模式下呢 因为欧乐的屏显示黑色 它是完全不显示 不耗电 它的黑色是真正的黑色 所以这样的模式呢 特别省电 大概能省30%的电 所以在黑色模式下也非常非常的酷 小米这一款最顶级的屏除了2K 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二个功能 120Hz高刷 这一次我们的120Hz的高刷呢 是四档自适应的 它就是自动调节的 比如说在习屏的时候呢 它用30Hz 在阅读的时候用60Hz 在你打游戏枪战的时候90Hz 在你高速刷信息流的时候呢 120Hz 它根据不同的场景呢 使用不同的刷新率 使整个阅读体验呢 往前走了一大步 这一款屏参数特别特别多 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听参数 但是我就快速地念一遍 比如说它有DCI批赛的广色域 它支持HDR10加 它还有MEMC的运动补偿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 这一版的MIUI 直接适配了2K的UI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2K的性能 充分地体现出来 同时这一款屏幕呢 我们也做了原色屏的调校 每一款屏在出厂的时候 小米的工程师都是精心调教的 这一次使用了小米自研的 非常先进的算法 比上一代提高了20%的准确度 可能这里又是一道一些科普的内容 参数啊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叫DATAE DATAE呢 小于2 就是专业显示器了 iPhone大概做到1的水平 我们这一版小米11做到了多少呢 DATAE是0.41 这是一个惊人的色彩的准确度 第二个参数呢 叫JNCD JNCD的话呢 小米做到了0.38 iPhone做到了0.9 所以整个小米的屏幕的色彩的准确度 今天是全行业最高的水平 当然我们小米11 也做了前后双广杆 双光感的自动亮度系统 这么好的屏啊 大家说 哎呀哪种光米说不行啊 能不能有个第三方的测试啊 在屏幕里面 全球最全位的测试机构呢 叫什么呢 叫DisplayMate DisplayMate呢 在它的最顶级的评价呢 叫A加的评价 那么像每年的iPhone 每年的三星的旗舰机 都在A加的这个水平上 那么这一次 小米11这块屏幕 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呢 A加的评价 所以这是小米手机 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DisplayMate的评测 然后就获得了A加的评价 那么A加的评价是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大家来看一眼 我帮大家翻译了一下 因为它是英文的啊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小米11 拥有世界顶级智能手机屏幕 教科书班完美的校准能力 你自于社区的评价 Pad罗 bus 人家在评价 最准的评价 于是 这次 下注的评价 是 这次 他就不得了 代理 你们 感谢观看 令人印象极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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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膜和保护壳都是抗菌的 都是抗菌的 那么小米11有这么好的屏 这是一个视觉的体验 还有很好的听觉的体验 我们小米11 也是立体声 双扬声器 它的听觉体验也非常的出色 这一次呢 我们专门引进了哈曼卡顿 这是一家家用音响和民车汽车音响的供应商 在整个升学领域里面呢 有很高的影响力 我们邀请了哈曼卡顿的金额朵的团队 来帮我们联合调教小米11 并且呢 我们的整个高解析力的音频呢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并且在我们的机身上也刻上了哈曼卡顿的名字 这样的出色的音频表现呢 当你看视频 有非常强的临场感 你打游戏也特别特别的爽 听音乐 它的声音非常的透亮 层次分明 所以整个小米11的升学表现都极其的出色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 GOLDEN EAR The noting and adjustment of each and every detail They are the sculptors of Harman Kardon Sound With the ability to discern individual sounds beyond what most people are capable of When the rich, artistic heritage of Harman Kardon Sound Meets the modern, innovative technology of Mi 11 The result is exceptional sound with a personal touch The expertise of golden ear engineers ensures every detail is tuned to artistic perfection Today's innovations make every bit of audio more realistic On Mi 11, high quality stereo speakers allow every sound to immerse you in the story And with audio sharing, you can share the joy of premium audio with your loved ones This is premium audio, tuned by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talented ears This is the perfect marriage of art and technology This is Mi 11, the smartphone with sound by Harman Kardon 這就是手機上的哈曼卡頓 大家再來看一下 甚至它的出音孔也有些小設計 我們的設計師呢 覺得我們這麼好的音頻 怎麼能夠在手機的設計上體現出來呢 大家來看一眼 我們就把這樣的音波做到了整個出音孔上 好玩嗎 好 這一次的小米11的話呢 藍牙也有新的進展 我們這一次的藍牙呢 可以兩路同時接兩副藍牙耳機 就可以跟朋友跟情侶分享音樂或者一起看電影 而且呢我們還可以接兩個藍牙音箱 這樣就會構建一個家庭影院的環境 這就是小米11出色的音頻系統 談到這裡 可能大家特別特別關心小米的性能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啊 小米11是硝龍888全球首發 我們來看一眼硝龍888 但是我們要講喜歡的 我們要crire 我們更加進它 我們在公平的話 我們제�conom定會 我們會見到 我們要走 就是这么指甲钙大小的芯片 它内藏了超过100亿的经济管数量 这主要是因为骁龙888采用了最先进的5纳米工艺制程 然后骁龙888被誉为旗舰中的旗舰 那它的性能到底有多猛呢 我们先跑个分 它的跑分达到了74.59万分 那么74.59万分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跟其他的SOC比起来的话是遥遥领先的 那么这款处理器好在什么地方呢 我简单的跟大家快速的科普一下 首先它采用了1加3加4的架构 它是8核的处理器 一个超级大核 三个大核 四个小核 所以呢叫1加3加4 它的性能呢提高了25% 能效呢提升了25% 首先它的大核呢采用了最先进的 最新的A78的处理器 那么这款A78的处理器呢 主要的改进在什么呢 在持续性能表现 因为我们有时候打游戏 或者做什么东西 手机用着用着开始发热 然后开始慢下来了 然后呢 A78呢 它就能保持平稳的高能量的输出 那么并且呢 它的功耗降低了高达50% 在我们实测中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跑了25分钟后 跑了60分钟以后 它比友商的处理器 表现的稳定性要好很多 这是它的A78的大核 但更重要的创新在哪里呢 在它有一个真正的超级大核 以前的超级大核 都是在比如说A77上 A77的主频调高 这种做法 超频的这种做法来做的 但是呢 X1是重新设计了一款 新的X架构的处理器 它的面积是A78的2.3倍 它的性能得以大幅度提升 它主要是来应付 巅峰的性能表现 那么这一款X1的性能表现 有多强大呢 它提升了高达30% 它是为次时代的 极限性能定制的解决方案 所以大家可能从原来 A76、A77、A78 又多了一个新的CPU的架构 叫X1 所以ARM呢 往前走了一大步 这是安卓手机第一次 有了真正的超级大核 在超级大核的加持下 它的单核性能摇摇领先 它的多核性能也摇摇领先 所以这得益于X1的出色的表现 那么大家可能很关心GPU 这一款的GPU呢 也是它们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升级 提升了35% 玩游戏呢 流畅度大大的提升 但这一款 骁龙888最大的改进在哪里呢 在AI引擎 在AI引擎 它们这一版的AI引擎呢 我觉得是跨时代的 达到了惊人的26TOPS TOPS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秒钟能够运行 26万亿次的运算 就这么恐怖啊 跟所有的同行比 这个成绩呢 是摇摇领先的 跟上一代 骁龙865 上一代865呢 是15个TOPS 现在提升到26个TOPS 所以 整个骁龙888 我个人认为 最大的改进在AI性能 那么AI性能 会对哪些影响呢 包括像我们拍照 像智能影像 跟这些都跟AI引擎 高度相关 那么 Modem的话呢 是用了第三代 双5G的集成式的Modem 这个是用的X60的Modem 那么iPhone 12呢 是用的X55 所以呢 小米11内嵌的 这个Modem呢 比iPhone 12呢 要领先一代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骁龙的888 讲了这么多参数 如果你听不懂 没关系 只要记住呢 骁龙888 是今天旗舰中的旗舰 高通公司的总裁呢 安萌先生的话呢 也专门为 小米11的发布 做了一个视频的致辞 大家一起来看一眼 I want to congratulate LeyJune and the entire Xiaomi team on the launch of the Mi 11 which is the very first device powered by Qualcomm Snapdragon 888 5G mobile platform Beginning with the Mi 1 every Xiaomi Flagship smartphone has been among the first to adopt Snapdragon 8 Series Building on the tremendous success of Mi 10 Series Mi 11 will mark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ecade of collaboration and I'm confident The Mi 11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And I know that Mi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love it Congratulations again And I wish everyone a happy and healthy 2021 谢谢阿孟先生的 祝福啊 这一款 Xiaomi 888呢 它还可以把 LPDDR5 满血释放 比如说 865呢 LPDDR5只能跑到 5500 5500兆BPS 这个 Xiaomi 888呢 能跑到 6400兆BPS 所以整个内存的 存取的 速度也得以 大幅度的提升 还有一个 重大的技术跨越的话 是Wi-Fi 6的 增强版 我们今年年初 发布了Wi-Fi 6 Wi-Fi 6呢 相对于Wi-Fi 5 是个巨大的跨越 说实话 我相信很多的 米粉还没有 来得及换 路由器 今天更强大的 Wi-Fi 6增强版来了 它有多强呢 它每秒下载 能到3.5G BPS 可能这些单位 都偏复杂 我讲一个 大家能理解的 一G的 一Gb的电影 在小米11 实测的时候 只需要 5.3秒 也说 5.3秒 就可以把 一Gbps的东西 全部 一G 一Gb的电影 全部下下来 为什么 Wi-Fi 6增强版 这么厉害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 Wi-Fi 6增强版 比Wi-Fi 6 它在编码上 用了4096 QAM 这个有点复杂 就是它的编码 空间增加了20% 同时 它的带宽呢 从80兆赫兹 提高到160兆赫兹 这两个加起来 使它的下载性能 提升了106% 所以整个 Wi-Fi 6增强版 非常强大 如果大家 还没有来得及 放Wi-Fi 6的话 我建议大家 直接一步到位 上Wi-Fi 6增强 我们下面呢 有一个视频 给你介绍一下 Wi-Fi 6增强版 有多么强大 Wi-Fi 6 Wi-Fi 6增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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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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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